上起契機車接連催油門起步, 畫面中的翼影車也是, 但卻又立刻停了下來, 只見車身上方一個大型物體 硬生生掉在人行道上, 現場燃起煙塵, 再看一次這驚悚瞬間, 翼影車撞到的原來是個台電變電箱, 這個變電箱直接砸向人行道, 掉進路旁的U-Bike租借站。 看看案發現場, 藍色變電箱遭藍腰撞斷卡在人行道上, 還好當時沒有民眾在借還車, 否則砸到人,後果不堪設想, 整起事件發生在十五號下午四點多, 新北市盧州的三明路和中正路口, 駕駛翼影車的四十三歲零性駕駛, 酒測值雖然是零, 但卻疑似謊生, 撞斷路邊的變電箱, 造成盧州地區大停電。 駕駛一個粗心, 造成盧州地區將近兩百五十戶停電, 台電人員緊急搶修, 一個小時內恢復供電, 雖然沒有傷到人, 但該負起的賠償責任, 駕駛恐怕還是逃不了。 記得新北市綜合報導。